男人从墙里抽出水杯 哭吃就是一口 女友急忙抢了过去 味道真是棒极了 随后又吃了支蜡烛 原来这是一面巧克力墙 只要把东西放进去 都会变成巧克力 没过多久 家里的洗衣机 冰箱 彩电 床 所有的家具都被他们吃完了 可这还不过瘾 女友看向自己的右手 随后他就变成了杨过 下一秒 两人的胳膊都不见了 而小伙变成了巧克力人 在大街上压马路时 看到女孩在哭 伸手掰下自己的耳朵 送给女孩 他这才破体微笑 小伙就多了个女朋友 生病时 别人都是输液 他却输巧克力 去健身房锻炼 发现女友饿了 就掰下一块腹肌送给他 晚上做饭时 女友来凑热闹 他一不小心 把手指切了下来 女友拿起一块放到嘴里 味道好极了 还用巧克力做了只小兔子 如果把这样的男友送给你 你敢要吗 男孩纵身一跳 变成小篮 钻进书包里 女孩却没有发现 下一秒 书包里的东西就扔了出来 女孩一转身 就飞出一面镜子 正好撒中她的头 她急忙放下手机 伸出三根手指 塞进包里 把男孩夹了出来 还有一把钥匙 手一松 钥匙就掉到地上 随后把男孩也扔了下来 就在刚刚 他走到不看路 被绊了一跤 钥匙就飞到包里 而男孩还有很多超能力 只见他双手一拍 就把好友的魂魄打了出来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倒在地上 他还捡到一本善古奇书 斗转星移 凭借聪明才智 用了七七四十七天 终于大功告成 随后来到空地上 举起双手 轻轻一动 大楼就不自觉地转了起来 随着手势不断变化 大楼跟麻花一样扭来扭去 完全违背了牛顿第二定律 当他停止发工时 大楼这才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离开 深藏公寓名 由于他太过逆天 遭到天前 披下一道闪电 正好击中他 没想到竟然活了下来 还因祸得福 只见他的手不停颤抖 下一秒 电光一闪 就来到教室前面 难道他有了超能力 于是来到操场 眨眼间跑了108圈 由于速度太快 中心还形成了龙卷风 随后又来到停车场 汇集全身闪电 然后对准汽车 用力甩出 我了个乖乖 汽车瞬间就成了扎扎灰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他会不会赔钱呢 女人双手一伸 瓶子就变成饼干 他竟然有了超能力 500块的钱包 300块的太迪熊 甚至连太爷爷的遗像 都变成了饼干 朋友刚进门 他一转身放出魔法 朋友瞬间变成无数饼干 这下把两人吓坏了 于是决定毁尸灭迹 把饼干放到碗里 堆到桌子上 痛苦地吃了起来 剩下的放抽屉里 咖啡杯里 包包里 最后只能挖个坑埋起来 再给烧点纸 可刚做完这些 波波勒就来敲门了 他们转身就跑 眼看就要被追上 女人伸手一指 波波勒就变成了饼干 抬头一看 原来是架直升飞机 女人一伸手 飞机也变成了饼干 可下一秒 两人就被特警包围起来 只能举手投降 女人闭上眼睛 双手一伸 一道绿光闪过 波波勒抬头一看 月亮也变成饼干 波波勒吓得大声尖叫 转身就跑 空中的饼干不断移动 砸向了地球 马桶里有一只细嫩的小手 她外酥里嫩 还长着长长的美甲 女人非常好奇 一步步走了过去 可刚走到近前 突然手指动了一下 女人身子一震 直直地倒了下去 无论怎么叫都叫不醒 幸好还有呼吸 小帅急忙拨打120请求帮助 刚挂了电话 门铃就想了 原来小区保安收到消息 来看看什么情况 可看到地上躺着个人 顿时就慌了神 急忙搜了过去 发现他还有呼吸 小帅说 是那只手干的好事 保安扭头一看 顿时傻了眼 以为小帅要毁尸灭迹 于是拿起旁边的马桶砖子 对了过去 差点把小帅熏死 正在这时 门铃响了起来 小帅前去开门 还叮嘱保安 不要去马桶那儿 可保安根本不听 拿起马桶砖子 悄悄走了过去 小帅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几个啵啵啵啵 可看到厕所里躺着两个人 立马把小帅控制住 小伙走过去 摸了摸保安的鼻子 又听了听心跳 确认已经死亡 突然小伙看到马桶里的手 顿时慌了神 急忙掏出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当作证据 还给怪手拍了张照片 队长让小伙把手拉出来 他慢慢向前靠近 可根本不敢接触怪手 于是戴上橡皮手套 一点点向前伸去 突然怪手动了起来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马桶里有一只细皮嫩肉的小手 小伙戴上手套 慢慢向前靠近 想把里面的人拉出来 突然小手伸长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向马桶里拉 其他人健壮 急忙跑了过去 合三人之力 终于挣脱出来 怪手不停地晃动 把目标锁定了胖哥 胖哥感觉到危险 向墙壁靠近 下一秒 怪手伸长6.66米 一把抓住胖哥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随后手一用力 只听嘎嘣一声 胖哥就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而怪手则缩了回去 幸好厕所足够大 其他人躲到远处 小帅想开门 出去救援 不料另一边被怪手抓住 根本打不开 队长拿出三星手机 想请求支援 可厕所里根本没有信号 气得他把手机扔了出去 却被怪手抓住 随后扔了回来 直接插到门里 这时队长发现 保安的指甲有五厘米长 手指还动了一下 随后整个手不停地乱抓 难道他变成僵尸了 小帅从柜子里拿出消毒液 队长把消毒液倒在保安手上 刺拉一声冒出无数白烟 另一边小帅用力一摇 四十岁的妻子终于醒了 这时队长把消毒液扔了过来 他对准保安的手 不停地喷了几下 与此同时 小伙抓住队长的腿 翻过身就啃了起来 小帅哐哐踹了几脚 可没有效果 于是把消毒液倒在手上 队长疼得一声大叫 小伙这才松开手 他们必须逃出去 小帅冒着生命危险 跳到胖哥身边 从他兜里掏出一个打火机 突然怪手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这是一只有味道的手 已经把三人变成僵尸 小帅刚从兜里掏出打火机 怪手就伸了出来 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吓得小美哇哇大叫 可小帅并没有慌 把打火机扔了过去 小美点燃打火机 喷出消毒液 顿时揽起熊熊大火 怪手吃痛 这才犯过小帅 随后对准手机 喷出了火焰 幸好这是三星手机 在爆炸方面绝对遥遥领先 下一秒 门就破了个洞 小帅伸出手想开门 不过立马缩了回来 从洞里望去 一只怪手正握着门把手 他点燃打火机 喷出熊熊大火 这才打开了门 可抬头一看 立马呆住了 墙壁上伸出无数怪手 这可怎么过去 两人正在犹豫时 一只怪手捂住了小美的肚子 小帅踹了几下 可没有丝毫效果 只好用火烧 这才逃过一劫 看来怪手确实怕火 于是小帅脱下衣服 绑到马桶枣子上 这时小美却不害怕了 摆了个帅气的pose 随后点燃衣服 做成火把 小帅喷出杀虫剂 大火更加猛烈 比三味真火还要厉害 怪手被烧得支挖乱叫 小帅趁机使出凌波微步 快速逃了出去 再次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而且头非常疼 还以为自己之前在做梦 他问医生 妻子怎么样了 医生却说 母子平安 孩子非常健康 小帅顿时蒙了圈 突然一声 大吼一声 脖裂上竟然出现一只怪手 怪手是一部视觉恐怖片 可根本没交代 是怎么出现的 未知才是最恐惧的 你觉得他是怎么来的呢